臨時十二點多 臺南消防局接獲獲報 臺南市大橋一街一處民宅發生火警 捷銷抵達現場 趕緊涉水搶救 疑似是夫妻吵架 丈夫涉嫌縱火 然後發現二樓有女屋主受困在二樓 我們假天跑從二樓帶出 男屋主防守在二樓房間裡面 因為一樓情勢火勢很大 我們趕快出水把它降溫 然後路線路是到二樓破門 把男屋主快速帶出 情緒不穩定 我們跟警方強制送醫 拒犯醫師失眠 情緒很不穩定 我跟夫妻醫師都吵架 然後他就點燃了方便的雜物 造成了那個恐慌 捷銷人員假期將女屋主 從二樓帶到一樓逃生 男性屋主情緒不穩定 把自己繁鎖在二樓的房間內 最後是由消防人員破門 將他帶出 趕緊將他送醫 初步勘察是一樓客廳起火 燃燒的面積大約是五平方公尺 還好兩個人平安無事